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微软第一方高IP大作战争机器物中最新的挂机刷经验的方法 两分钟一次一次3000经验值还是非常的有效率的 那么呢 首先呢 我们撤离模式选择冰雪女王这个地图 难度的话是不可思议 记得你一个人完成这项任务就好了 所以说另外两个位置要锁住 当然呢 如果你想组队的话也是可以的啊 只不过你的队友能拿到的经验值比较少而已 你能拿到3000 但是你的队友只能拿到1600 那么呢 还有另外一种挂机的方法 你能拿到1600的经验值 但是你的队友只能拿到800的经验值 好的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当你杀了一个人之后 打开菜单 选择重新开始末次 当屏幕变黑的瞬间再按下菜单啊 返回大厅 OK 你可以看到我的经验值呢 从3845涨到6741 涨了2896 45如就是3000经验值了啊 那么呢 这个升级的效率还是非常的快的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挂机的方式 就是你刚出生 刚从软家出来了之后呢 就打开菜单 选择重新开始末次再返回大厅 这个时候你虽然只能拿到1600的经验值 但是呢 你这个操作呢 是可以用鼠标红 自定义编程的 或者说你写个脚本按键精灵也是可以的 好的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完整的实况 这3000经验值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你一次可以获得1500的经验值 那么呢 如果你有加速器 双倍经验的话 那就是3000经验值了 所以说 两分钟一次 3000经验值还是非常的快的 宝宝宝宝宝 지고宝宝宝 好,它是在 那是一 hell of an insertion method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 走近,走近,走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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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